这个昆林明老师 那个土地那个什么切地块 9个地块和9个以上地块 那个里边具体有什么讲究 就是9个以上地块是要备案小区的 是不是 那个备案麻烦吗 对 你如果你要切9块地以上 然后同一个人的名字 是吧 这个就必须要注册这个小区了 小区登记 小区登记的话 你说麻烦吗 也怎么说呢 那肯定比你自己建这个私宅 肯定麻烦多了 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规定 你这个项目等于是一个别处小区了 一个项目了 那你的这个排水管道 你要多粗的多大的 他都有规定的 不能是按照你的私宅标准来建 比如说你道路要多宽 你这个小区里面是多少户 他有他有个标准的 多少户是要有道路要几米 多少户道路几米 然后呢 你到时候小区建设的时候呢 还要去申请 类似我们做公寓的那个 EIA 公寓的话是一般叫EIA 环平证 那别墅的话其实也有啊 我记得应该是叫IE吧 IE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平证 也是要跟这个相关部门去打架到的 也是要请这个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顾问公司 去帮你去做这个材料 到时候呢 他们有一顿能够来检查 那检查不通过 还得修改 如果你要想快速通过是吧 又得花钱 就这个意思 就说做这个小区 无论是成本上 这个手区上 都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 你比如说你地块太大了 比如说十几类二十类是吧 你你切九块 一块地一两类 你是吧 太大了吧 你咋卖嘛 对吧 当然还有一种其他办法 就是说你地比较大 然后呢 你就用不同人的名字去持有 或者是不同公司的名字去持有 比如说你一块地切成九块 然后九个公司去持有这个地 然后这九个公司呢 他单独持有这个地呢 他还可以再去切 对吧 就不需要再去等三年 一般你切了之后 你这个地就要三年以后 才能去再切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切成不同人的名字去持有的话 你就可以再去切 但是再去切的话也有个问题 其实土地厅那帮人也不傻 对 走这种后门 走这种法律的漏洞 就就有的地方呢 还可以谈一谈啊 这个打打关系啊 这个走走后门呢 或者是是吧 这个这个代刀了 我们将跟代刀就可以搞定 那有的地方土地厅 他就是比较正规 或者是他管理比较严格 他就知道你这样切 是为了做小区的 他就不给你这样做 也有 所以说 其实你做这个小区登记啊 也没有说比你做私宅高太多 就是成本啊 或者是说手续上碍 而且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流程 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 我觉得也是 值得去做的一个事情 当你这个地块 确实是需要 做这个切的比较多的时候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不亏 我觉得是 花钱可以买到很多经验 当然如果你地块小 比如说才两三类 你就切个几块 无所谓吧 一块一百哇 是吧 五十哇 两百哇 这个本来你就只能切那么多 是吧 你就没有必要去再做 那个小区登记了 对 然后我之前呢 在三四年前 我去华兴那个三林林峰 就是华兴再往南走啊 它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国家什么森林公园嘛 叫做考赏了幼 就是三林林峰 哇 那个地方的地啊 真便宜 我之前遇到一块地 卖二十万泰铢依赖 就是那种养虾的那种地 它这个地似乎比较低一点 它需要填土之类的 如果你要做住宅的话 那那边的风景还不错 是吧 有那个大山 是吧 大山面海 当然它是在山这边 不是在山那边 所以那边地价就 一二十万泰铢 二三十万泰铢以赖都能买到 但如果是在华兴市区里面的地 就像昆林说的 至少都是在三五百万泰铢吧 就好一点地块 是吧 在华兴市区里面可能就更贵了 如果是靠近海边的话 那就更贵了 对吧 上千万几千万以赖 我们下期再见